在西方世界,尤其是歐洲 關於龍的傳說在那個時代非常受歡迎 龍被形成是一種巨大的生物 有翅膀會飛,甚至還會噴火 平時躲在森林或是山脈中 狩獵時會飛出來攻擊人類的村莊 於是也衍生出了許多騎士 對抗惡龍的傳奇故事 這些故事多半帶有著宗教色彩 揮舞著寶劍的英勇騎士們 賭上性命與惡龍搏鬥 最終成為了經典傳說 西方世界的這種關於龍的故事 我相信大家一定都不陌生 但這些惡龍,真的只是編傳出來的角色嗎? 會不會真的有那麼一種真實生物 成為了開創那個時代的起源呢? 在這廣大的世界中 至今能存在的許多人類尚未發現的神秘生物 它們被稱為為確認的生物 Undetified Mysterious Animal, 變成UMA 探索未知追求真理 歡迎來到今天的UMA檔案 各位朋友好 是調查員Jester 位於東歐的波蘭 在這個國家的南部 有個叫做拉布卡茲德魯伊的小城鎮 人口僅有一萬多人 擁有豐富的歷史和文化遺產 在這個小鎮最有名的 是位於郊區的巨大山谷和山脈中 傳說中有種像龍的生物 當地劇名稱作為來自拉布卡的龍 捷克的作家阿諾斯特·瓦西切克的著作 《神秘星球》中描述的這些生物 它們可能在西貝斯基德 當時奧匈帝國的哥爾斯山脈中漫步 據傳聞它們以攻擊各種動物而聞名 對當地的牧羊人構成的重大威脅 一位當地的研究人員在1920年代末 整理了一些資料 其中包括了為受教育的村民繪製的圖畫 這些圖畫與肉食性恐龍驚人的相似 儘管它們缺乏古生物學知識 但卻能畫出與滅絕的恐龍相當雷同的生物模樣 拉布卡龍被描述為類似蜥蜴的生物 大約有人類那麼大 用兩條腿移動 與恐龍的雙足知識相同 符合肉食性恐龍的特徵 但它們不像傳說中的西方龍一樣 它們沒有翅膀 也不會噴火 頭部有長蛾尖的鼻子 它有鋒利的爪子 還有一條長尾巴 當張開嘴巴時會露出一口荔齒 追捕獵物時奔跑的速度相當快 這些生物 齊齊在貝斯基德西部的哥爾斯山脈 樹木繁茂的山路和洞穴中 這表明它們偏愛森林茂密的山區地形 它們對當地的深處構成了重大威脅 經常會攻擊羊和牛 甚至攻擊性擴展到狼等可怕的獵食者 拉布卡龍絕對有能力殺死它們 據聞它們從春季到秋季都很活躍 冬季則沒有活動的紀錄 這意味著在寒冷的月份 它們可能處於冬眠狀態 但到了春天來臨時 這些在當地位於金字塔頂端的生物 又會再度出現 對人類生活的地區造成威脅 拉布卡龍在當地與人類的衝突持續了數百年 但最後一次的目擊紀錄發生在1897年 之後就再也沒有出現過 第一次在正式文獻中提到拉布卡龍 是在神秘星球藝術中提到 這本書是傑克的作家 阿諾斯特瓦西切克撰寫 他是作家同時也是記者 來自布拉格查爾斯大學 在他的職業生涯中 總共去過80多個國家 其中包括東歐的波蘭 在各國探險的過程中 他碰過各種各樣的陌生人 聽聞了許多未知生物的故事 其中某些就完全違背了一切已知的生物知識 這之中就包含了拉布卡龍 因為目前世界的認知是在6600萬年前 恐龍就已經滅絕 書中記載自古以來 拉布卡茲德魯伊地區的牧羊人 長期被神秘的雙族行走大蜥蜴騷擾 他們看起來就像是蜥蜴 只差別再能用雙族奔跑 平時都隱身在森林之中 山坡上散佈著無數他們狩獵的洞穴 牧場偏遠邊垂區落單的牛或羊 就成為了他們攻擊的目標 他們會突然的從森林中竄出來 然後張開一口栗齒 瞄準獵物的喉嚨 只要咬住了就會惡狠狠的不放 直到獵物斷氣為止 據說有一次有位牧羊人 試圖想要保護他的羊群們 和拉布卡龍展開了搏鬥 儘管這位牧羊人的體型健壯 但最終還是無法撐過拉布卡龍的攻擊 就這樣往後的牧羊人 只能試圖將羊群遠離那些森林 並且默默地忍受時不時拉布卡龍的偷襲 但這種情形到16世紀開始漸漸變少了 拉布卡龍也越來越少出現 或許是隨著人類的發展 導致該物種漸漸的個數越來越萎縮 最終在1897年最後一次被目擊到後 就再也沒有出現 也無法確定是不是已經滅絕 或者是只剩下非常少的零星個體存在 過去的著名當地研究員梅西斯 他從收集到的訊息以及訪問目擊者 他們試圖畫出拉布卡龍的樣子 其中有牧羊人 有些是登山客 基本上他們都沒有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 對於古生物學應該說是一無所知 但他們所描述及所描繪出來的樣貌 就跟肉食性恐龍的樣貌十分雷同 神秘生物愛好者認為 拉布卡龍就是存活到現在的恐龍 在波蘭西貝斯基德哥爾斯山脈的 茂密森林和崎嶇的地形中 有許多獨特的氣候區 洞穴裡面有許多溫泉湧出或流津 這也有可能助於他們在那場滅絕事件後 地球成為了不適合典型恐龍生存的環境 但這種特定的棲息地氣候 甚至可以說形成了封閉的獨特屏障 可能對該地區在侏羅斯基之後的長期發展 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使他們能夠在漫長的冬季中冬眠 這與他們在冬季缺乏活動和足跡的描述一致 儘管在波蘭的不同地區 特別是在聖石日神 都發現了類似恐龍的化石足跡 例如槍鼓龍、石雷龍等 都是體型並不大 跟人類差不多 或是再大一點的雙足漏食恐龍 他們的化石都曾經在這個地區發現 所以神秘生物愛好者認為 拉布卡地區 獨特的地下洞穴地形 以及溫泉流津 提供了天然的屏障 使得這些漏食性恐龍 能夠躲過冰河時期 而幸存至19世紀末 然後因為波蘭工業發展的緣故 許多原始的地區開始被人類大量開發 導致氣息地被破壞 許多野生動物面臨瀕臨絕種的命運 這其中就包含了拉布卡龍 於是隨著人類工業的崛起 拉布卡龍就消失在地球的舞台了 當然以上是神秘生物愛好者的推論 但其實最大的挑戰就是 目前在該地區 並沒有找到符合年代的化石遺骸 找到的化石都是來自於6600萬年以前的 所以並沒有證據去支持這個說法 另一種比較科學的解釋是 拉布卡龍可能是大規模歇斯底里的結果 這種現象是集體幻覺在群眾中蔓延 在這種情況下最初所看到的生物 可能只是大型鳥類等普通野生動物 比如說像是鴕鳥、鵝苗、賀陀 甚至是已經滅絕的恐鳥等 儘管上述的鳥類目前都沒有被發現分佈於歐洲的證據 但不代表以前在歐洲大陸上 沒有這些大型鳥類的可能性 或許只是已經滅絕 只是我們還沒找到證據 這些大型用雙族能夠快速奔跑的鳥類 再加上該地區時不時有恐龍化石的出土 於是兩者的形象被結合 就可能被誇大並誤解為傳說中的生物 隨著這些目擊故事的流傳 越來越多人相信他們看到的是恐龍 從而增強了他們對他們存在的信念 大規模歇斯底里往往 在知識水平不發達的族群中盛行 由於缺少能求證的知識 那裡的故事可能迅速發展並獲得可信度 於是造成當地居民每個心中都深信不疑 另一個看似合理的解釋是 拉布卡龍是為了引起關注而編造的傳說 或許只是為了嚇唬兒童 和強制某些行為的警示故事 在許多文化中 包括波蘭的文化 創造可怕生物的故事是很常見的 讓兒童去遠離危險的地方 例如森林深處或洞穴 龍的可怕描述和行為 可以達到嚇阻作用 這些傳說也可能被當地人修飾或宣傳 以吸引人們對他們所在地區的關注 這種做法在歷史上並不罕見 龍的詳細圖像描述 可能源自於旅行者或當地人 他們描述或描繪了他們在其他地方看到的東西 然後將其改編成當地的民間傳說 從後互相影響形成了一個非常具有想像力的故事 或許出發點很單純 只是希望能讓涉世衛生的兒童們有所警惕 不管真相如何 要證明拉布卡龍的存在 還需要更多客觀的證據 我是Jester 我們下次見 明後期nia 您好 您很期待